也是有名错号小珍的女子 因为不满男友疑似令结心欢 两个人呢就从永和的大街上 一路吵到了警察局 要警方来评评理 但是没有想到吵着吵着 两个人竟然护止对方曾经吸毒 不过吵了30分钟 两个人都没有报案 闹剧收场 在警察面前都敢打我是不是 我什么时候打你 因为你现在没打 你打我两三年的啦 拿大手打我啦 有小孩还跟你不要脸啦 清律开妈吵进警局 不顾旁人眼光开口 就是人身攻击 告我嘛 告我你还懂吗 我刚才在铁匠三年 动不动打我 有了小孩 他也要回去这样子跟 跟女生搞那种关系 全部都是女生 女子好生气 顾不得警察就在身旁 揭露男友吸毒吸不停 男友也不甘示弱 反抢回去 都好希望警察快将对方 抓进监狱 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啊 你不用一把眼泪一百别毅啦 你今天是怎么样 我是女生欸 你们家人都是女生欸 对不对 我男生啊 女生男生就谁啊 欢迎男友游小三 新美市永和这对情侣 从大街一路骂进警局 只是吵了三十分钟 始终没报案 在那儿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烦恼苦了警察 辛苦上班 还得看这场闹剧 对 就是你三十分钟 对 我送他是受狂兹的